嚣张老外不听裁判劝阻 恶意使出凶狠鼎息 直接将中国选手三根肋骨打断 中国选手疼痛难忍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然而这个家伙不仅没有关心对手伤势如何 却在旁边嘚瑟的庆祝胜利 赛后当着全球社交媒体面恶意羞辱 扬言中国选手跳梁小丑 上了擂台只会丢人现眼 企图要横扫中国拳坛 更嚣张的行为还在后面 发布会上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直接用手掐住中国选手脖子 工作人员见状上去强行拉开 但老外依旧喋喋不休 嘴里还不停骂骂咧咧 简直是太嚣张了 完全不知道如何尊重对手 这个猖狂的家伙名叫西蒙马库斯 是来自加拿大的世界拳王 在擂台上打法非常彪悍 有着惊人的四十战全胜的战绩 职业生涯斩获了无数冠军 这也让他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 在来华的四年时间里 凭借彪悍的拳法 击败了中国八名实力汉将 一度到了无人敢应战的地步 也被中国拳迷誉为地狱魔王 然而作为死神的方便不惧老外 顶着拳迷的压力前来迎战 势必要将这个嚣张老外击败 在赛前方便极度不被看好 因为当时的方便名气和战绩都不及对手 方便则是无所畏惧 势必要用拳头来证明自己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马库斯就率先发起攻击 不停地上前进行控制 使出一记扫踢试探 方便则是慢慢后撤游走 抓住机会的方便 直接打出一记后手中拳爆头 这时马库斯被重拳接连命中 无奈只能搂爆防守 裁判健壮上前想要制止 马库斯丝毫不听劝阻 恶意使出一记顶膝把方便击倒 起身后裁判也是对马库斯做出警告 但这家伙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依旧上前频繁地进行搂爆环节 方便也是无可奈何 一有机会就发起凶狠攻势 完全不给马库斯搂爆的机会 必须要到这个层面上 已经躲不开对方了 摔法是不是 马库斯也开始用这种 抱摔或者带摔 双方在第一阶段 这就是我想说的 从这个外形来看 从我这个角度中看到 方便摔了水 方便 有一个重击 双方两个人都会有重击 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 拼了 为了自己的荣誉 此时的方便为了自己的荣誉 也是彻底的拼了 一记后手重拳将对手击倒在地 这一幕简直是太不可思议 瞬间让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站起来的马库斯没有放弃 还想要继续战斗 不料第一回合的铃声响起 双方简单调整一下 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马库斯不甘示弱压上去 使出一记高扫攻击 方便迅速后撤进行躲避 方便紧随其后又是左右摆拳抱头 第二次将马库斯击倒在地 被击倒三次的马库斯 依旧不知死活顽强抵抗 方便也是被彻底激怒 裁判健壮也是再给马库斯一次机会 方便二话不说猛冲上前 将马库斯顶在围绳边 对着马库斯的脑袋狂暴输出 丝毫不用担心老外住院费的问题 马库斯被打得非常狼狈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裁判健这家伙快要被打死了 于是紧忙上去终止了比赛 方便不仅创造了奇迹 而且还打破了全迷的质疑 终结了马库斯对华不败 就连现场主持人都激动的流泪 最终方便也是以绝对的实力 擂台上暴走KO嚣张老外 为国争光